今天财经评论的题目是 第三份历史决议 党内妥协的产物不如习近平所愿 谈及中共19届六中全会 以及该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及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 纵观海内外的报道和评述 最多的表述就是确定了习核心 为习近平连任铺路 中国进入习近平时代 其实 仔细阉读全会公报 并无体现任何新意 所谓习核心 习思想 习时代 哪一个是新名词 所谓四个自信 四个意识 两个维护 哪一个又不是让人耳生脑茧的旧词主 说到习核心 早在2016年的18届六中全会上就确立了 那次全会同时出台了四个意识的提法 说到习思想 早在2017年的19大上就确立了 并写进了党章 那次大会同时产生了两个维护的提法 说到习近平与毛泽东 邓小平比肩 也是在2017年的19大前后就炒作激烈而公认落实了 至少在中共各种文件的字面上落实了 说到习近平时代 从2012年习近平上任起就是了 如果那时不算 非要从他成为核心并拥有思想算起 最迟也在2017年及5年前 中共就进入习近平时代了 那么还需要什么呢 纵观19届六中全会和第三份历史决议 并没有出现诸如第五个意识 一个维护 或者是习近平操人等任何新名词 新持组 新提法 那么中外媒体究竟在炒作什么呢 其实 所谓第三份历史决议 习近平原本有他的大算盘 只是未能如愿 习近平的大算盘至少有三个要点 这份决议为他个人定职 量身定做 使他成为像毛泽东 邓小平那样的一份历史决议的拥有者 从而使他取得像毛泽东 邓小平那样的历史地位 从而为他开创像毛泽东 邓小平那样的终身掌权或长期掌权地位 关于上述第三个要点 习近平是否能像毛泽东 邓小平那样 能终身掌权或长期掌权 目前尚不得而知 实际存在很大变数 但就头两个要点而言 习近平的算盘已经落空 如果说 毛泽东主导的第一份历史决议 以否定王明的左倾路线和张国焘的右倾路线为基础 从而体现毛泽东的个人定制 邓小平主导的第二份历史决议 以否定毛泽东的文革和华国锋的两个凡事为基础 从而体现邓小平的个人定制 表面上由习近平主导的第三份历史决议 却未能否定在他之前的任何领导人及其路线 表述的只是继承关系 从而并未彰显习近平的个人定制 换言之 第三份历史决议的最后定调总结中共百年 等于为这个百年大党量身定做 而并非为习近平个人量身定做 习近平未能成为决议的独家拥有者 而拥有者分明是这个百年大党 该决议通篇论述 提到领导人及其思想和理论 并非习近平梦寐以求的三段论 即毛邓习断代 而是五段论 即毛邓江湖习依序排列 关于三段论的提法 并未建筑正式的党媒党报 却是习派在国内外放风 通过非正式的亲习媒体加以报道和渲染 图谋间接影响海内外舆论 这种非正式的宣传手法 恰恰证明习近平的心虚 心中没底 也证明三段论并非党内共识 如果硬要说三段论 其实并非毛邓习 而是毛邓王 因为就理论顺序而言 所谓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将这名三个代表 胡锦涛科学发展官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后面三个都出自一人之手 即出自有三代第四之称的王沪宁之手 故而没有毛邓习 只有毛邓王 换言之 并非习派放风所言的 邓江湖和算一段 乃是江湖习核算一段 精通中共囊死的人都知道 如果采用这种新断代法 才更符合当代历史和事实 说到这里就明白 为什么第三份历史决议毫无新意且空洞无物 不遭边际 几乎就是把近几年习当局的成就文宣 集中浓缩并重复了一遍 那是因为习近平未能说服党内同志 就这份决议 党内国派意见鼎立 在金西兵馆闭门的十天会议中 肯定发生了激烈争议 最后的文本就是一份党内国派妥协的产物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 19届六中全会 习近平败了 所通过的第三份历史决议并不如他所愿 以上是由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陈破空所做的财经评论